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北郊干江下游, 鄱阳湖畔的横湖啃治场防汛大堤总长度21.3公里, 沿堤共4个派灌站。 今年迅期以来,水位一度超历史最高水位5至12公分, 为确保安全度训,武警官兵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日夜坚守在大堤上奋战。 7月20日下午,记者在横湖啃治场防汛大堤上看到 为避免风急浪涌侵蚀堤坝造成的踏坡风险。 百余名武警官兵正冒雨在堤坝上紧急铺设防浪布, 不少官兵下到水中,用石料袋对防浪布进行压实, 以减少风浪对低暗的冲击。 横湖啃治场副厂长姚云在现场告诉记者, 除了铺设防浪布外,为了加强拓宽寻低通道, 便于及时发现隐患。 在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下, 农场在近期组织吊集了20台挖机, 对长约15公里的杂树,10.7公里的杂草进行了即时处理。 因为这个破浪符啊,这个水位浸泡时间也比较长, 大地呢,也逐步的会形成一些, 就是一些渗漏, 就像把这些杂树清理完以后, 就是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险情尽快地能够查找出来, 就把这杂树清理完以后, 便于值班人员进行查险。 记者了解到, 横湖啃治场还不断对低霸的重点部位增加巡查人手和巡查频次, 对于出险地段, 一公里就安排了18人进行轮班巡查, 严防死守。 此外,为最大限度减少种植农户的损失, 南昌市农业农村局一面抽雕力量巩固大地防线, 一面组织抢收工作。 截至目前, 横湖啃治场片区共抢收水道11000余亩。